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陈女逆终情》 今集《陈女逆终情》的三个节目 包括《国旗下的讲话》 今集我们会介绍五性运动的一些背景和历史 喜悦时刻就会由陈嘉隆助理校长 分享一本的数学书 叫做《数学家的眼光》 最后就会由我许贝奇老师 和大家讲解一下旭忽哲的由来 希望大家喜欢今集的节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很榮幸 和大家再次分享《国旗下的讲话》 到入五月大家会想起什么重大的事件 1919年5月4日 在北京发生的一场 以青年学生为主 包括群众、市民等各阶层 通过示威游行 请愿、罢工等多种形式进行的外国运动 五四运动有时广以上 都指1915年至1926年之间的新文化运动 这个时期 中国知识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以德先生、民主和蔡先生科学为引路者 探索中国的强国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结束 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中国当时都是属于战胜的协约国之一 不过列强就同意日本保留 由德国人手上奪去的青岛 否决了中国取回青岛的要求 触发三千多个以北大学生为首的青年 在1919年5月4日发起以外增主权 内随国宅口号的游行 被称为五四运动 当时的西方列强都会站在日本那边 所以我们就拿不回青岛 最后也没有签到巴黎和约 但这件事引发了很多学生 已经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分洞 所以他们民族主义很厉害 在天安门示威、游行 其实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 新青年雜誌被视为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他们所推崇的自由、进步、科学等等 为五四运动爆发作出思想准备 后来北京学生罢课 开演讲会宣扬爱国信息 不同的爱国论政团体 亦都在五四运动前后成立 而在香港也曾经出现反日思潮 提倡国防 我们这个民族主义 其实是五四运动大动 我们就很积极去引进西方的 一些不同的思想 去到1921年 引进了一个马克思的理论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我相信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 五四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这次是中国近代一场 偉大的思想啟蒙运动 换成了中国民族对民主的追求 以及中国命运的思考 意义深远 好了 今次国旗下的角画到此完结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多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陈嘉隆老师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本书籍 这本书叫做《数学家的眼光》 这本书是2018年的版本 他的作者就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数学家 叫做张景忠 张景忠除了是数学家之外 也是一个数学科普读物的作者 他写很多书都很好看 他的特征就是很浅白、异明 一看下去就爱不释手 同学有机会多看这句书 我今天介绍这本《数学家的眼光》 是适合高中的同学去看 但他前面有些章节 其实初中的同学 是一样都适合的 他主要是说的内容 在封面上已经概括地说了 包括说对一些事物相同和不相同 对一些数据的准确和近似 问题到底是容易还是困难 用数学家的眼光是怎么去看的 同学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不需要每一个定理 每一个证明都看得很明白 很清楚 我们只当它是一本课外读物去看 增广自己的知识、见闻 是相知有趣的 在同学的心目中 数学家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上课的时候都问过一些同学 有些人说 数学家很厉害 不过总觉得他们好像怪怪的 有些同学说 是天才来的 一定是天才才可以做到数学家 没错 数学家是个天才 但是大家同学都要知道 天才的背后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正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 很多数学家 一生人里面有大半数的时间 是为了一个主题 一个定理去不停做研究 所以希望同学都不浪费自己的才华 都要珍惜自己的天分 努力学习 回来讲 数学家的眼光这本书 作者一开始举些很简单的例子 令我们印象深刻 例如一本小说 一本数学书 到底它相同还是不相同 同学家说当然是不同 但是如果将这两本书 拿去废物回收站 变成废纸 大家都是半斤 那就没有什么不同 又举个例 就算同一个人 看数学书 和看一本小说 看的时候内容当然很不同 但是看一看他过了眼分 将它放在床上当枕头 这个时候两本书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所以数学家看问题 关心的是数量的关系 和空间的形成 作者告诉我 数学家看东西的眼光是一种抽象的眼光 我们很多觉得相同的东西 或者我们觉得很多不同的东西 在数学家的眼光看下去是不同的 又举个例子 比如两只狗 两只熊猫 两只恐龙 大家当然 觉得很不同 如果他是一个生物学家 可能很激动 生命真的很奇妙 很多种不同的生物 但是数学家看 只是什么 无非就是二字 月饼 烧饼 铁饼 当然也很不同 但是数学家一看 其实都是一个圆形 是一样的 同学可能说 数学家看东西 就是很随便 是不是这样 我们再做一步的探究 数学家看东西 又比平常人精密很多 严格很多 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圆周率是π 有同学可能冲口而出 就是3.14 对不起 3.14不是圆周率 只不过是圆周率的近似值 π 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小数 我多读几个位置给大家听 π其实等于什么 3.14159 26535 89793 23846 26433 83279 50288 我想我暂停不再读下去 如果我继续读下去 可能我立即不再看这个节目 我已经说到 π后面差不多三十多个位置 三十多个位置 是不是等于π呢 如果 天文学家 拿这个π的数近似值 来计算一个 比太阳更大的一个星球的表面积 其实计算出来的误差 是不会多过一个粒子的大小的 非常准确 如果在科学家的眼中 绝对可以接受 不过数学家又不是 他说 你无论说到π三十多个位置 它是一个有理数 而π是一个无理数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大家觉得 数学家的眼光 是不是特别与众不同呢 这些呢 就是书本里面讲一些的例子 数学家 是拥有 和一般人不同的眼光 在平常人看来 一些很复杂的问题 在他们眼中 往往会看出一些规律 看出一些规则 而他可以将它推导出一些定理出来 帮助我们在实际生活中 去解决问题 作者张景中 在这本书中 从几个我们熟悉的数学问题 去入手 介绍数学 是怎样从几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得到一些不同反响的结论 亦都可以帮助我们 读者 去逆向思考一些问题 和探索一些问题的思路 可以帮助大家提升解题的能力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 亦是和中国近代的数学家 叫做陈醒生有关的 有一次陈教授他在大学做演讲 突然之间 说了一段很惊人的说话 他说 我们经常说三角形的内角和 三角形的三角加上是180度 其实是不对的 哇 在台下的人非常震惊 这个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 这个定理 从小学、初中学生都全部知道 为什么他突然说不对 大家省安无措 陈醒生教授他不是骗人 他只不过说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 不是不对 不是错 不过我应该说三角形的外角和是360度 这样说是更加好的 可能同学都奇怪了 为什么三角形的三个角加上 三个内角加上是180度更对 三角形的三个外角加上是360度又对 为什么这位数学家他要说后面那句是更加好呢 在这里我就买个关子 不揭露答案 答案是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的 希望同学有机会去买这本书 或者借这本书来参考一下 当中可以分享一些数学的思路 对你自己增广见闻也有个帮助 希望同学喜欢我今天的介绍 多谢各位 佛教小常识 玉佛节的由来 各位同学 一年一度的佛诞即将来临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行玉佛典礼 不知大家知不知道玉佛节的由来呢? 今集的《妙妙凡音》 许老师就会和大家讲解一下 玉佛节的由来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 是佛教教主释迦茅尼佛的诞辰日 在2600多年前 印度加皮罗维国的皇后摩耶夫人 在南皮尼园的无忧树下 担下了悉达多太子 亦即是后来出家成道的佛同 太子诞生后 楼七步 步步生年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夺道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意思即是 我是宇宙最尊贵的国者 我将广道一切尋 死的众生 在这个时候 上有九龙套水 沐浴在太子的身上 后来 佛教徒每年为了庆祝佛陀的诞辰 都会沿用此例 举行玉佛仪式 不如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庄业的玉佛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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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約实大家 5月18日 欲佛典礼 大家一起去欲佛吧 除了欲佛典礼 佛花教育组和佛学科 为大家在佛诞前夕 带来不同的慶祝佛诞活动 包括 5月17日 插花敬佛 居时 每班两位班代表 会一起用最虔诚的心插花 并且将所插的花供佛 此外就是5月18号 两个重要的活动典礼 分别是中一中二级的归依典礼 和全校的欲佛典礼 最后佛法教育组和佛学科 愿祝各位陈女的师生 佛诞吉祥发起充满 阿弥陀佛 今集的陈女逸忠情的三辑节目 相信大家一定获益不浅 如果大家想对佛诞活动 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 大家记住你要来找我 我佛琪老师了 拜拜